这再次印证了所谓国家安全理由 5G 技术风险 不过是美国用来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幌子 美方推出的清洁网络是胁迫外交的代名词 从东芝 阿尔斯通 到华为 再到三星台积电 美国胁迫外交的受害者遍布世界各地 美国的霸凌行径必将遭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抵制和反对 美国的霸虫广的距离